張愛玲成說我喜歡你關你什麼事 就是這是我喜歡的 電影就是我喜歡的 我講出這句話關你什麼事 你喜不喜歡那是你自己要拒絕的 像你們寫了那麼多句話裡面 你們有哪句話是那種 不管如何不管粉絲按不按讚 不管什麼樣我都覺得說 我一定要講這句話是我最喜歡的 有這樣子的一句話嗎 譬如說那個星際效應 Interstellar 這一句呢有時候強的存在 不是為了要阻擋你 而是希望你找出動力與方法去跨越它 這一句是我最愛的一個句子 我甚至把它當成是我outlook的那個簽名檔 所以我甚至是也想要share給我的同事 讓他們看到 那這一句呢其實不是我寫的 是水扬寫的 那但是呢我真心覺得他是被我啟發的 喔真的嗎 對就是我是他的謬思 所以 你已經是了對 所以他把你娶回家了 然後每次都叫他是我的慕斯 哈哈哈 你要跟他祈禱的就對了 因為這一句話其實我覺得他在這部電影裡面他被呈現的非常的好 原因是因為他就是一開始這個男主角他其實 其實他以前是一個科學家 對NASA的飛行員 那他其實在那整個地球已經變成那樣貧瘠的環境之下 其實人已經失去了對生命的一個熱情跟想望 所以他其實變成就是每天只是為了吃飽三餐然後去度日子 所以其實但是他即便是在這樣艱難的環境之下 但是他還是認為他覺得他可以找到下一個地球 或者是他可以找到未來孩子們的希望 所以其實這個不外乎就是強調人的一個就是不能停的一個一個怎麼講一個動力跟堅毅的這個心態 那才能就是成就不同的事情 你會不會上班的時候壓力太大 或者是有作者的時候你就會想要看這一部 上班壓力大 看魔球會比較喜歡看嗎 對應該是看魔球吧 但是這句話是他自己很喜歡啊 對 所以比如說有沒有在某種情況下 比如說上班其實大家都會有壓力 或者是有些想要有些什麼心情的時候 你一定會看哪部哪些電影嗎 呃除了這一部然後再來就是魔球 就是魔球書裡面也有寫到這個部分 都比較勵志對不對 對比較勵志然後比較就是比較樂觀向上吧 因為畢竟你在就是工作的壓力底下 總是需要有一些動力 對 那水漢呢有沒有什麼樣的電影是你一定 嗯 那一句話最喜歡 對 那這就是一樣是阿甘正專裡面 你真的很愛他 對對對 但是為什麼是這句話我覺得印象最深刻呢 是 我還記得就可能在場的各位也許有知道這件事就是 在那個時候有發表說 水某的十大愛情電影 就是還受到大家蠻多人的回想 那我就跟水某講說我也有愛情十大愛情片啊 怎麼都好像沒人想要 沒有人想要知道呢 然後因為我們的po文有時候下面會有對話嘛 那的確就是那次我就把這個東西寫上去說 我也有十大愛片啊 然後就被他無情的打斷 因為他也不想要知道我的十大愛情片是什麼嘛 就是一個男生的片子 那但是發出去之後其實 讀者們的反應都非常好 大家都很想要知道說 欸水漢的這個男生的這個十大愛情片是什麼 那後來我也就是 煞有極致花了很多時間把它寫出來 那第一名就是阿甘正專 還好你不是寫格雷的武士道陰影 那就會很緊張了 但是這個就是也讓很多人都覺得很奇怪說 阿甘真的對大家來說應該都是一部勵志片 但是我卻覺得它是我最喜歡的愛情片的原因 其實就是因為阿甘他的作為 他願意等待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任何感情裡面最難做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等待 然後是無怨無悔的等待 那也讓我就是寫下這一句話 就是到現在我都還覺得 是我自己寫的算是最好的一句 就是不要因為一個人願意等 你就很下心來讓他等 那這個是以這個他女朋友 就是Jenny的這個角度 因為對Jenny來講說 阿甘雖然是一個避風狂 就隨時回去他都找到 對啊 但是他卻就是我的角度就是 你不能因為他願意等 你就很下 這個對阿甘來講是一個太殘忍的一件事情 但是阿甘還是願意這樣子 無悅無悔的等待 所以才讓我覺得 這是我心目中最棒的愛情片 問一個比較隱私的問題 如果你們吵架的時候 女生會不會講說 有沒有曾經講說 我已經不想再吵下去了 然後你就會忽然講說 我等待 No 不會 還是因為我太入戲了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個你們生活裡面 會用這些台詞去對答嗎 對答 對答 因為這些都是你們 就是精挑細琢 這隻足跡寫出來的東西 你們會用這樣的文字 或者是放在生活裡面嗎 如果說等待這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下一張投影片就是 隨意而言 對其實就是所謂生活化 在生活裡面怎麼去 對 因為Shiro的工作一直都很忙 但是在這份工作的之前 其實反正就是他一直都很忙 然後你一直都在看電影 沒有 這間糟糕 之前我也在上班 但是比如說 我有長一段時間 我會去接送他 就是早上送他去上班 然後下午就下班去接他回來 那甚至他也有很多比如說活動 他要參展啊 或者說辦一些活動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陪著他 那當然 因為我的脾氣沒有那麼的好 就是我偶爾會抱怨一下 那 所以當我看到這部電影的時候 其實我常常會有這樣的感覺 說我跟他男主角的情況很像 就是我好像卡在一個這個地方 就是 不上不下 對但是我又不能夠不理他 就是拋他 包氣他 就是讓他自己一個人在外面 就是去弄長男 純粹就是罪惡感是男 所以他就想要 沒有 我是真的 真心的想要陪伴 對 但是 就是也偏 像 因為接下來 這些話你們在粉絲團 可是看不到了 他是 用PS4來陪伴 對 就是他加班的時候 看老闆在 是 是 就是我甚至有時候會把電動帶去拿公司 然後 然後他就接會議室的投影機 他就可以在裡面打PS4 然後做電腦椅 然後還往後一拉 然後就在那睡午 沒關係如果下次你有時間上太空閒的話 我們雙桌的會議室可以先建你用一下 好不好 你是來我們這邊投影的 我們流光度有2500的 這是OK的這樣子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叫何飛鵬陪你一起看 欸 好對不對 你就看一些華爾街智狼 也不是啦 這個電影就是這樣看的 下一集的商業週刊 他就講說 上個週末發生一些非常奇妙的事情 對我跟暢銷書作家 在一起看華爾街智狼 然後打了PS4 等他老婆下班 所以會有沒有什麼台詞 我應該就是下一部吧 就是那個最近的天才大 有人看過嗎 就是其實他就是看這部片的時候呢 其實我感受又特別的深刻 所以一看完片我就跟他一直在討論 因為就是我自己有帶一個team嘛 那其實就是就是當一個leader的時候 你會真的壓力很大 然後但是你又不可能去 對你底下的人發脾氣 或者是你表現出來任何的譜悅 所以其實我就跟他討論很多 欸在這一塊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然後很具挑戰性的 所以他就有這樣子的體悟就是說 要領導一個團隊 你只有安撫情緒的責任 就是等於是說我們那時候就會去 因為我的這個感受 然後我們就會互相去討論 然後就出來了這個體悟 然後我們也想分享給所有讀者 要是就是你也是一個 不管你是帶領一個team 或者是其實你是哥哥姐姐 你要負起照顧家庭的責任 其實大家都是有相同的 這個責任感跟壓力在 那所以就是 作為一個提醒 然後在你的生活當中 所以其實我們寫的句子 是我們真的認真在努力去實踐的 就是等於不是說只是說好聽話 然後拿來就是騙騙讚還是怎麼樣 不是糖水罩啦 對對對 就是只是出來騙讚這樣子 對對對 我們是真的在努力在實踐 因為我們日常生活都發生了一些事情 或者是說經濟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